黃蓉除了癡情之外 還是一個感愛感恨的人 又是一個用情專一 也是一個懂得對什麼人 用什麼方法對付她的聰明女生 其實演這個角色的時候難不難呢 我想是很難 因為大家都知道黃蓉的性格是怎樣的 最初我最難是…我是新人 要記對白, 要記走位, 要記演戲 還要記怎樣打 最難就是拍打氣 後來我自己多問前輩 自己勤力做功課 再加上自己後來想到的辦法 就是用女性本來有的天性就是… 多撒一點就行了 我接到公司的通知 原來是要我做黃蓉 這件事發生得太突然了 除了開心和意外之外 我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形容自己的心情 這幾個月來事情發生得太快了 由選香港小姐 都入無線工作 做婦女生之主持 直到今天做黃蓉這個角色 前後只不過是五個月的事 平時我也是一個好動和活躍的人 和演黃蓉這個角色是有點相近的 總之就盡力去做 看多幾次甚至幾十次的圓著 去揣摩這個角色 又學好些功夫去應付武打的場面 總之就一心一意去做 靖哥哥 靖哥哥, 你過來吧 你好像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很小器的 又怎麼像你的朋友呢 還有呀, 我又大吃 經常吃光人的錢 難道你的朋友是這樣 阿姨 阿姨 她是黃弟弟 TVB重拍《射雕英雄傳》 而黃蓉這個角色是由朱欣來演繹 你覺得她適不適合呢 我想很多觀眾看過 以前的黃蓉都覺得很適合 因為以前的黃蓉都像我那樣小小粒 又黑又瘦 你們說是適不適合呢 我覺得她是有點笑味在這裡 謝謝 黃蓉大師仔對我支持 黃蓉這個角色 大師仔米雪做的時候 我已經入腦了 這次我最主要是跟回原著 我希望觀眾會喜歡 對這個角色的感覺 我很喜歡 因為黃蓉是一個有血有肉 她有愛有恨 是一個很富色彩的角色 因為《射雕英雄傳》做過這麼多次 所以我自己這次 都買了很多評論黃蓉這個角色 又或者是評論《射雕英雄傳》 金門先生她所寫的 她帶出來的信息是什麼 我想壓力慢慢就會變成一種原動力 就是推動我要做得更好